剛剛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第一個先讓它一個輸入 假設它不等於-1的時候 那就把資料放進去 所以會append 這個蠻重要的 那假如說最後輸入完之後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結果 就是這個串列的結果 OK 那這個串列結果 我可能想要知道有五個結果 第一個 到底這個scope裡面 到底我輸入幾個學生 幾個學生嘛 所以你如果想要知道幾個學生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scope外面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LEN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 可以外面再包一個LEN 前刮符 後面再包一個後刮符 LEN就是表示什麼 這個串列裡面 到底有幾個資料 所以結果的話 1,2,3 它會把結果 就print了出來應該是4 OK 那第二個的話 我要怎麼知道說 它的總分是多少 所以如果你要算總分的話 因為我們在 這個有點像Excel Python裡面也內建LEN 那也內建一個叫 如果Excel裡面加總應該什麼 SUM嘛對不對 所以Python也有內建SUM 所以SUM OK 那就幫我把它加總 OK 然後呢 當然理論上 Excel裡面有平均嘛 平均就是Average 不過我找了一下 好像那個Python裡面沒有Average這個函數 不過沒有關係啦 如果要平均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做呢 可以把那個總分有沒有 除以他有幾個學生嘛 有沒有 這樣的話呢 不就可以得到什麼 得到他的平均了 那只是說呢 平均的結果會有個問題 他小數點位數太多 所以如果我假設要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數的話 要怎麼做 還記得吧 Format 所以Format 如果我假設算完小數點一堆 那如果我要把它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數 我就可以先 1 在前面先給他一個格式化的公式 就是 雙引號 裡面的話大瓜 5 還記得吧 冒號 點2F 有沒有 然後呢 在這個後面加上點Format 然後呢 把什麼 把後面的東西 再加到這個 計算結果呢 把它放到裡面 那他就會幫我把計算結果 可能有小數點到很多位數 就丟到前面的這個規則 並且把它取到小數點第二位數 這樣就OK了 所以 幾個人 總分 然後平均 那最高最低分也很簡單嘛 如果你要最高分的話 那很簡單嘛 就print了嘛 print了那個 這個 他內線的函數裡面也有比較max 所以ms 那最 最少分的話呢 那一樣嘛 mini嘛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假設說我要知道總共有 這個 五個問題的話 那基本上就得到答案了 所以 幾個學生 L1 sum是加總 取到小數點第二位數 然後算平均 然後最高 所以我們來試 再試一下 所以呢 再輸入成績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一樣 我就會再輸入 假設我再輸入四個乘七 負一 把它離開 所以哦 這個串列裡面 幫我算出幾個 所以幾個的話 你會發現 總共幾個 四個 所以哦 然後呢 總分多少 加起來350 那平均的話呢 是87.50 OK 然後呢 最高是89 沒錯 最低是86 也沒錯 那最後的話 當然哦 如果你要把它做成 看起來比較 比較有那種 呃 層次感的話 裡面可以再串接 相關資料 所以最後的話哦 我又把它放在那個 雲端白板的第三頁 這邊的話哦 輸出結果 OK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輸出結果 再跟什麼 串在一起 比如說把L1 Scope 前面共有幾個學生 然後中間也許轉型一下 穿在這裡 然後 總分的話呢 就是 用一個Sum 然後 把它先丟到一個變數叫Total 好 然後Total的話呢 除以L1N的結果 那就是 AV區 這個多D2 然後呢 我們可以把 總 短班總成績 然後我是用一個整數 形態輸出 然後平均 大瓜糊冒號.2F 然後用Format 把Total AV區 放在這個裡面 然後把AV區 放在Format 這個這個什麼 點2F裡面 OK 然後就把資料放進去 最高分 最低分 所以最後的格式的話 會比較像一個報表輸出 所以執行 然後一樣 輸出第一個 輸出第二個 輸出第三個 輸出第四個 然後最後 按一個-1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得到的結果就是 總共四個學生 本班總成績 平均多少 然後最高分 最低分 就會把它列表在底下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說 在利用那個Python內建的函數 把它做一個簡單的計算 其實你會發現這個做的動作 跟eSale還蠻像的 差別是說 我們全部都用程式來完成 如果你用eSale就用滑鼠鍵盤 人工的方式來完成 OK 那最後的話 還有一個 就是說 你想說 老師將來如果希望 這個成績 是從外部輸入進來 可是以後有一個情況就是說 我們不是一個一個慢慢輸入 而是有一個從一個檔案 所以 接下來 我們會再來講 有關檔案 讀取資料 到我們的那個 串列應該怎麼做 所以 待會兒來講 如何讀取檔案裡面的資料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 剛剛的這個 輸出是在雲端白板 第五個單元的第三頁 ビーバ 吧 他實在一間 用策略